你印象最深的一個 分手的經驗是 印象最深 可應該就是 其實在電話上 我們兩個是 就是在兩個不同的地方 然後呢 就是在講電話的時候呢 有一些爭執 然後之後呢就 好吧 那不要講電話了 然後就 我不打電話給他 他也不打電話給我 很久喔 就一直就這樣子 就好 就算了 就算了 我以為你們相約坐飛機 到一個國家碰面 沒有沒有 就是兩個不 就在不同的國家 然後就是講長途電話的時候吵架 然後呢 其實為了一些很小的事情 可是呢就是 我也很ㄍㄧㄥ 他也很ㄍㄧㄥ 我不打給他 他也不打電話給我 就這樣就分了 然後呢 好幾年之後看到他 他說 我之後 就是兩個禮拜之後 打電話給你 可是一直找不到你 我說是嗎 他說對 他說為什麼我們莫名其妙就分了 我說 太晚了 對啊 對 這一次 我們看到你的舞蹈 好像你有花了很大的時間跟精神 去弄你的舞蹈方面 做這個比較HIP HOP一點的風格 我給你特別介紹一下 這位他 骨子裡他是HIP HOP 來 Kissler YOU 你會叫HIP HOP 一點點 LITTL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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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丟下來 就沒有了 就這樣子回家 不過真的很喜歡看你跳舞 你跳舞真的是麗與美 真的 謝謝 而且那個腰好厲害 我有個新的可以教你 來 要不要學 來 就我學 新的要學 我對新舞步特別有興趣 這個是玩就是 哇塞 等一下 OK 按著 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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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剛剛那個 你是中邪還是卡到陰的 不錯喔 差不多 那感覺是這個地方 跟這個地方是分開的 是分開的 對 對 對 可是肚子要收進去 很好喔 是 OK 當然我們知道 李文的情歌是 最讓人家讚賞的 謝謝 當然他動感的歌曲 是讓人家非常佩服的 那這一次這個專輯裡面來講 你的那首 第九頁 第九頁 對 我非常感興趣喔 他是講一個怎麼樣一個傷心的 一個愛情故事 第九頁其實說到就是 一個愛情的狀態 那可能就是這個 這個女生很ㄍㄧㄥ啦 那這個情人是 剛剛分手 或者就是 有一陣子了 就是沒有辦法再一起 你知道嗎 然後呢這個女生就是 一直ㄍㄧㄧㄧㄥ 覺得就很 無所謂 我沒有你 我也很快樂 可是一直ㄍㄧㄧㄥ到 第九頁就受不了了 崩潰 崩潰 對 然後就是很失落 然後呢就是很想念那個男生 才懂得十天前的世界 有多麼的美好 你今天是第九頁了嗎 你今天是第九頁了嗎 第九頁就是現在這個心情 可是我演完了 可是我覺得你每次分手喔 好像 這兩年囉 分手已經兩年了 還是喝了九頁 喝了一刀 一刀 一刀 這兩年啊 人...人都會打到陰流 我是鬼打牆的 走不出第九頁 你知道怎麼辦呢 後來我就開朗了啊 對不對 現在不會了吧 我歸佛門之後我就沒事了 覺得女人是不是真的很喜歡 拿分手當籌碼 我覺得會 會喔 會有一點 會啊 對 為什麼呢 其實Coco因為你是在國外長大的 你的想法跟你接觸的世界 可能跟台灣的一些女生 比較不一樣對不對 那你都會這樣想的話 你要不要告訴我們為什麼 女人為什麼要拿分手 來威脅我們男人呢 因為這個就是女人的本性啊 對不對 然後呢 女人呢就是 其實她用分手 來測驗那個男人 對她有多深情 就好像 好吧 那你更... 這麼不滿意我的話 那就分了吧 可是呢 當然我們女人想聽了就說 不要 不要啦 還是我最愛你啦 好啦對不起啦 什麼什麼的 或者是不要啦 我一定會改的 對對對 可是沒有男人從來都不會說這一句 是 因為那個講下去很累 可能會說 但是永遠不改 對對對 然後Coco你覺得你印象最深的一個 分手的經驗是 印象最深 可應該就是 其實在電話上 我們兩個是 就是在兩個不同的地方 然後呢 就是在講電話的時候呢 有一些爭執 然後之後呢 就好吧 那不要講電話了 然後就 我不打電話給他 他也不打電話給我 很久喔 就一直就這樣子 就...好 就算了 就算了 對啊 相約坐飛機到一個國家碰面 沒有沒有 就是兩個不... 在不同的國家 然後就是 講長途電話的時候吵架 然後呢 其實為了一些很小的事情 可是呢就是 我也很緊 他也很緊 我不打給他 他也不打電話給我 就這樣就分了 然後呢 好幾年之後看到他 他說 我之後就是兩個禮拜之後 打電話給你 可是一直找不到你 我說是嗎 他說對 他說為什麼我們莫名其妙就分了 我說 太晚了 太晚了 事情已經過了 一切都來不及了 對對對 對啊 你放棄了 對不對 搞不好這麼好的女生 那就只能怪你自己了 唉唷 謝謝 那我問你啊 你分手之後有沒有後悔過 其實多多少少都會有 會喔 對就是會 因為你在 你跟一個人在一起 你會習慣那個人 對不對 你有感情了 所以就可能過了幾天 你會開始想念 先是鬥氣 可是然後之後就會開始想念 就是自己做對嗎 要分手嗎 然後之後呢 那個人還不打電話就 送 就是 就不要他了 所以說基本上來講 女人滿無聊的 那我問你啊 你分手之後有沒有後悔過 其實多多少少都會有 會喔 肯定會有 對就是會 因為你在 你跟一個人在一起 你會習慣那個人 對不對 你有感情了 所以就可能過了幾天 你會開始想念 先是鬥氣 可是然後之後就會開始想念 就是自己做對嗎 要分手嗎 然後之後呢 那個人還不打電話就 送 就是 就不要他了 對 所以說基本上來講 女人滿無聊的 沒事跟我們賭氣 賭完以後又後悔 後悔以後又 還是不理我們 不好 沒有啊 男生要有一點行動啊 我覺得如果你們也不要賭氣 你們也就是打個電話 就其實就是好好去說一下 剛剛發生的事 其實太無聊了 我們不如就把它算了 我說聲對不起 你也說聲對不起 那不是很好嗎 幫彼此找個台階下 對 就算了 姿態稍微放低一點點 所以在你的世界 如果說男人先低頭 你會覺得他是很好的男人 對 對不對 對 不夠低 不夠低 這麼低 那為什麼男人就是要被女人這樣嗆 那有的時候我們男人說 那分手吧 你好過分 對 你也只是想說看你愛不愛我 為什麼男人就不能講 女人就可以講 不行 男人不行 對 男人不能這樣說 因為女人本來就比較敏感嘛 對 女人常常會在想 到底我的男朋友有多愛我啊 常常就會想這個 如果你突然間就說 那我們分吧 那就女生就會覺得 你根本就沒愛過我 就更加的肯定 所以你認為男人不能嗆 分手 大自然的現象 沒有 我覺得男人也不要隨便 用那個 就是說分手 分手 對 我覺得 因為女人用的話有點撒嬌 是的 那男人用的話就任性 好像是認真 太狠了 對 太狠了 對 太狠了 對 太狠了 就算了 太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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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